欢迎收看本期的实话实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方已经结束会谈 在当今的局势下 这场对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目前有关这场会谈的消息正在被逐步放出 其中相当引人注目的一个情况是 朝鲜方面宣布支持普京的每一个决定 俄罗斯塔斯社的消息显示 朝方在与普京的会谈中明确表示 朝鲜方面认为 俄罗斯正在进行一场神圣的战斗 打击反对俄罗斯的霸权势力 以保卫自身的主权和安全 朝方表示 他的访问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刻进行的 同时朝方明确表示 始终支持普京总统或者是 俄罗斯政府做出的每一个决定 仅从字面意思 我们就能知道 朝鲜方面这个表态意义有多重大 事实上朝方此前也曾做出类似的表态 但是这次表态的表述 以及场合都与此前截然不同 这意味着朝鲜已经是 旗帜鲜明的站在了俄罗斯的一边 很可能会对俄罗斯提供直接的帮助 甚至在必要的时刻 不排除朝鲜进一步介入的可能性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公开支持俄罗斯的国家并不多 俄罗斯的一个比较坚定的盟友 应该是白俄罗斯 然而相比于现在 朝鲜对俄罗斯的支持力度 白俄罗斯都显得差了不少 除此之外 朝鲜还对朝俄关系表达了高度的重视 朝方对普京表示 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 是朝鲜的首要任务 这场会谈将帮助两国 把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 意义自然是非同反响 要知道朝鲜现在其实也面临着相当多的问题 美日韩准军事同盟正在东北亚 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即便如此 朝方依旧把首要任务 设置为发展朝俄关系 足以见得朝鲜对于俄罗斯的重视程度 这些迹象都显示 朝鲜和俄罗斯两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全方位的拉近关系 不过对于这种情况 外界其实已经有过一些预期 毕竟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朝鲜 都有着非常现实的需求 对于俄罗斯来说 俄乌冲突肯定是头等大事 普京今日也表示 已经做好了长期的战斗准备 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是不会放弃打压俄罗斯的 普京非常明确的表示 无论美国总统是拜登还是其他人 美国的对俄政策都不会改变 普京这番话可能意味着 俄罗斯现在已经完全抛弃了 曾经对西方的一些幻想 说到底 只要俄罗斯不在冲突中取胜 西方国家就不会放过 这个让俄罗斯放血的机会 但是以俄罗斯自身 想对抗西方国家这个整体 还是比较困难的 俄罗斯迫切需要一个强力的支持 白俄罗斯虽然立场接近 但却帮不上太多的实际的忙 而朝鲜经过了多年的发展 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 此前就有朝鲜向俄罗斯 出售武器弹药的传闻 在俄国防部长 邵一谷访问朝鲜期间 朝方就展示出了多种 现代化武器装备 引发了外界 尤其是西方的震动 从当时的报道来看 俄罗斯对于朝鲜的武器装备 是相当感兴趣的 同时美日韩准军事同盟 在东北亚的动作越来越多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全 已经受到了严重威胁 而朝鲜刚好就在对抗 美日韩的第一线 俄罗斯和朝鲜刚好关系 有利于缓解远东方向的压力 另一方面 朝鲜本来就是被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 帮俄罗斯也被制裁 不帮俄罗斯也被制裁 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心理压力 而且美日韩的压力 已经给到了朝鲜身上 朝方自然也在寻求 一个可靠的军事盟友 还有一个很可能的原因 朝鲜经过了多年的发展 尤其是疫情期间很大程度上 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现在可以说是重出江湖 朝鲜或许也想检验一下 自己多年以来的发展成果 尤其是在军事领域 事实上 在这次普京和朝方会谈中 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点 比如双方的会谈 只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要知道 一个多小时 对于这种级别的会谈来说 真的不算长 这些时间应该不足以 让双方讨论比较细节的问题 更多可能集中在未来的大方向上 不仅如此 克里米宫方面还表示 双方没有在这次会谈后 签署任何文件 俄朝不合作是不可能的 两国的一些合作 应该会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 无论如何 普京和朝方的这次会谈 势必对当前的国际局势 乃至未来的走向 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这件事情 我们也要保持高度的关注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观看 也欢迎您查看点赞和转发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